有一说一 Hype与米西珍代表之间的斗争 真的可以说是风云诡诀 发展到现在 我们也聊到 日前米西珍27日出席 2024现代卡的Vinci Motel活动上 他表示自己卖房子也要继续 并表示我没有罪 我会赢 而他也提到 这些是自己与Hype的抗争 希望能不把其他人卷入其中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他所说的其他人 肯定就是Nugens的成员们 不过屡次三番的支持 不管是来自Henny的支持讯息 还是Henny的落泪 早已让一切发生了改变 我们在提到综艺Hype缺席时 有人提到了时装周错过拍摄 但其实拍摄时间要早很多 而Nugens成员Hype于29日 为出席巴黎时装周 从仁川机场出国时 报道这个消息的媒体数量 至少直接是引起了关注 根据韩国入口网站Never 只有一家媒体Nuson 发布了关于Hype出国的报道 另一方面 同时间内 Blackpink成员Jenny 和GI豆成员Minnie 也前往法国出国 Never网站上 有多家媒体 报道了他们的出国消息 关于Nugens 有传言指出 其主要制作人 米希珍 与Hype之间的对立 导致Hype冷落 该团体的嫌疑浮现 29日 韩国在线论坛 CQ的一篇标题 感觉Hype明显在抹消 Nugens的存在的贴文 登上了热议 并叙述了更详细的内容 上传这篇贴文的网友 发文表示 今天Nugens的会人 出国参加路易威登 巴黎时装周 但只有一家媒体 报道了这个消息 而且这篇报道 还是在出国直播结束后 过了一小时30分 才发布的 而早前 Nugens 信员总工团队 就在X发布了一则长文 揭露了Hype操纵 并威胁媒体的恶行 指出Hype在Nugens的 有力报道即将发布时 会立即对记者 或新闻编辑部进行抗议 不仅施加强大的压力 还威胁如果不保障反驳权 就会进行投诉 记者即使写好了文章 也需要编辑部的批准 然而因为Hype的抗议 文章无法通过审核 最终无法刊登 最终只能在社媒与大家表述 而在Nugens要求其所属公司 阿多尔前代表米希珍 复职的最后期限 25日一早 CBS广播节目金贤婷的新闻秀 公开了首尔新闻记者 张亨宇的爆料采访 张亨宇记者也在新闻中 公开指控Hype的公关团队 试图拉拢媒体 歪曲并贬低了Nugens的成就 而Hype的公关负责人 则是在反驳中强调 日本当地只销售了约5万张 其余90多万张是在韩国销售的 因为无法容忍这样的错误信息存在 因此提出了更正请求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成绩 是不是代表Nugens掉出 娃福赤惊诈的一线地位 在发酵时 随着Nugens在日本专辑销量的争议 Nugens于6月26日至27日 在东京巨蛋举办的 Barnies Camp 2024 Tokyo Dome 粉丝见面会的收益 也再次登上了韩国在线论坛 成为热议 东京巨蛋被视为 日本顶尖明星才能登上的梦幻舞台 Nugens在非日本艺人中 创下出道后 仅一年11个月便登上东京巨蛋的记录 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 两天的粉丝见面会 共吸引了91200名Barnies 当时 日本主要体育报纸 都在头版报道了 Nugens登上东京巨蛋的消息 特别是成员Hanny翻唱了 松田圣子的名曲《蓝色珊瑚礁》 舞台不仅在日本 甚至在韩国国内也引起了轰动 盲内会人也以竹内玛丽亚 在1985年发行的《Plastic Love》 完成了它的个人舞台 Nugens日本出道单曲《Supernatural》 也在Circle CHRT六月专辑榜上 达到总销量1021730张 包含普通版和Wevers版本 这使得Nugens自2022年7月出道以来 所有五张专辑的销量均突破百万 此外 六月Hype的月度专辑销量为277万张 而Nugens就占了其中的102万张 在Hype与阿道代表米西珍的争议中 仍显示出强大的存在感 当时的韩媒纷纷报道出 据业界人士推测 仅仅凭借东京巨蛋的门票 专辑及周边商品的销售额 Nugens在日本的收益预估 已达到400亿至500亿韩元 如果考虑到阿道去年申报的 营业额为1103亿韩元 这次日本活动的营收 已占据了近一半 然而 这些与上面专辑销量仅仅5万张 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那如果消息是假 代表着这次东京巨蛋的报道 也存在着极大的水分 疑惑的是 还为什么不在这块 追求所谓的真相呢 并且该记者 已经从首尔新闻离开 至于其中原因 尚不清楚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日前提到 记者提到的102万张不是正确的 承认并加以更正 是大多数追求严谨的记者做法 那他将5万张和102万张放在一起 认为即便不是真的 也要坚持 这怎么看 都像是为了二次伤害 米希珍也提到 在官方提到5瓦张销量时 Nugens拿到了黄金唱片 倘若5万和102万都是假信息 那么谁是受益人呢 而针对此时 上行程媒体待遇的差异 韩国网络社区中 也有不少与hype相关的讨论反应 引起了关注 韩网友们纷纷表示 鸡皮疙瘩起来了 heep掌控媒体 这不是谎言啊 除了newson 其他媒体 好像都受了高尔夫招待吧 全都在意料之中 呵呵 hype真该烂得彻底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已经超出了可以理解的范围 路易威登 当时还因为hype插手旗下公司出问题 甚至还帮忙出钱解决 现在看来也不奇怪了 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 其他团体的成员 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出国 偏偏只有这边是这样 这是正在宣传 我们是怎么欺负未成年人的 不是说是PR共享服务吗 金周勇代表到底在干嘛 春天的时候媒体关注度还那么高 现在完全不一样 还是路易威登的活动 一看就知道 待遇和报道的数量不同 你们这PR共享服务 前收得很爽 是却不干 这无疑是给那些 所谓的有好资源 还要抱怨公司的人 一记响亮的耳光 总不至于没有实权 还处在抗争中的米希珍 一手策划的这次拍摄和报道 那更能说明 现在的Adore的无能 而其实在米希珍发表演讲后 双方在舆论领域还有交锋 事情始发是韩国媒体Dispatch 于7月25日公开了米希珍 与Adore高层之间的Cocotalk聊天内容 指控她对受到性骚扰的女职员视而不见 28日米希珍演讲后 该女职员再次在个人IG上 连发两条贴文对米希珍进行控诉 这位女职员的贴文一曝光 就在韩网掀起了激烈讨论 在在线论坛Sequel的留言更是瞬间破签 由于这位女职员表示hype方面已经承认错误 但米希珍却反而提告自己让人不解 因为受害者不追责侵犯人 也不管决策者 只拎着执行人不放让人傻眼 并且每一次出现 都是舆论发酵时 真的不知道多少人和客代表一样 以为是米希珍性骚扰该员工 有网友评论道 性骚扰嫌疑不成立的决定者 hype金周勇 前hype首席人力资源官 现任outdoor代表 被骂的人 米希珍 只是因为hype和他道歉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块还真让人想不通 而关于hype本身 我们先不管方时和在美国 与暴露女网红无意被拍的真相 日前在网上爆出hype美国应运长David Bono 在去年与一名年轻女子约会后 该年轻女子在饭店房间内死亡 而受到调查的争议 在当时拍摄房间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装有粉红色粉末的小塑料袋 以及扔在垃圾桶里的保险套 并且调查死因后发现 斯特林是死于吸毒过量 David Bono却对每日邮报声称 斯特林来旅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进行了录音工作 他是我的顾客 想和我签订唱片合约 除了那个没有别的了 并拒绝了进一步的解释 在那夜光剧本话题飞涨 到了hype身上 众多实锤面前 签订唱片就一语盖过 在女员工爆料米希珍后 前Biit公关主管公开支持米希珍 并对房时赫严厉批评 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不知道究竟会走向何方 但就目前的信息来看 hype真的烂透了 感谢观看